李老闆一脸无奈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看着自己花了20年心血 开设的中古车行 成了这副模样 心真的在淌血 原本停在店面要贩售的车辆 一夕之间被压毁成了废铁 虽然一家人当时没有待在店里 逃过一劫 但面对残破的店面 真的不知该如何是好 台南围观大楼不仅乌他夺命 也连带押回周边不少车辆 其中这一间位于围观大楼 对面的中古车行 22辆中古车当场被压烂 由于大多都是三年多的新车 损失上千万 不知道能跟谁来求成 这是我的奔案 我也希望政府不要忽略到我这边这 可以说这个二倍的部分 二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 李先生实在不知道自己这样 能不能算得上受载户 只能希望政府帮帮忙 不然一家人真的不知道 能靠什么维生 记者乐观张张信台南报道